一件精緻的器物原來是用石造成 金屬工藝如何連結生活 金工藝術家將金工美學融合生活所見之物 用不同的器物和首飾來表達時間、自然和流勢 一起來看看他的作品 對我來說這些都不重要 現在這一刻我們去怎樣創作 怎樣用創作去感受這個世界比較重要 我一直的創作都是想去用一些金屬去保留一些 可能會轉迅即逝、很容易流逝的一些東西 例如大自然裏的聲音、風、海等等 這次我們會繼續去做聲音這個主題 金工藝術家陳寶峰希望用金屬這一種永恆的媒介 去記錄一些轉迅即逝的美麗 而他這一系列的作品會以聲音為主題 這個裝置叫做風起鳥 構思的原意就是想將城市裏面的一些 環街窄巷、不同地方的一些風去記錄 然後轉化成為一些聲音 原理就是好像一個風速計一樣 就是透過一個機械的裝置 將它轉化成為一個鎚仔 風有不同的風向 有微風、有一些大一點的風 或者可能平時有一些我們感受不到的風 這個裝置都可以幫我們記錄下來 一些很微小的變化、空氣的流動 將一些我們平時不察覺的東西 將它轉化成為一些我們可以感知到的聲音 和節奏 透過一個機關的裝置 對我來說就好像一個很理性的一件事 就是一個人去理解我們這個城市 和大自然之間的關係 這個就好像一個屬於這個地方 這個環境去合奏的一個聲音 這個創作其實就是很開始的時候 就是一些很微細的觀察 有時候會看著馬路邊的一些草 馬路邊的牆壁有很多塵埃 而那些野草又會不停地生長 風又不停地吹 它的時候就會產生了一個 好像是城市和自然一起去創作的一幅圖鴉 這件事是當時令到我很有感覺 很想透過我的創作紀錄一些時間 自然的變化 除了這個裝置之外 它還製作了和聲音有關的互動裝置 原來一些陰階經過一些平面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些共鳴和言 原來這些是可以用一些視覺的方式去記錄它 我便會展示一些裝置 用到觀眾可以跟裝置互動 看到不同的頻率 一些頻率去產生的不同的圖案 我們會有一個桌子 設定好裝置 旁邊會有一部iPad 連接了一個軟件 我們只要很輕鬆地按 然後觀眾就可以自己 灑一些圓在上面 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圖案 他就記錄這些因為共鳴和震動而產生的圖案 製作了《星海》這個系列的作品 包括有青酒杯和善香碟 我們這個系列 就是一個Middle Sea入面的Doe Mi Faso TDo 一個完整的百度 去造成的一個工藝品 用了一個100%純實 透過一些工業設計的方法 去將它生產 我自己做的時候 研究了很多不同的傳統工藝 以及一些工業設計的方法 我們就用了一個最適合的方法 去做一個最 表達到這個形態的一種生產方法 這次他用了 他由零開始研究 一種叫做鑄造的手法製作器物 這一種工藝就叫做沙帽鑄造 我們可以用來很方便地做一些低溫溶解的金屬 將它變成一些器物 我們就會用沙每一次去鑄造的時候 用一些有黏性的沙造造成一個下帽 好了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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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理性的人 创作的时候会用比较理性的角度去切入和观察 而他的作品正正想反映他对事物的理解 当我看声音的时候我是看一些frequence 当我看海的时候可能是看不同年代的海岸线的变化 今次这个正好反映了我自己对于声音这件事 用我的角度去理解是什么 声音原来有它的物理的特质原来是一些震动 那样东西就好像一些人和人之间的一些关系 原来人和人之间都有不同的频率 有时候又会有共鸣 有时候会有些和谓 或者有时候是不合格的 我觉得透过一种由一个工艺去切入 做一些器物再讲到一些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这一件事是我尝试去表达的东西 他希望他制作的器物可以与文化有连结 或者变成一些生活的体验 原来他都是因为制作清酒杯而开始慢慢了解清酒 其中他觉得很特别的是这一件作品 连续它身处的香港 那一件作品其实记录了香港过去200年的一个海岸线的变化 由1842年香港开发 当时没有什么填海 到现在可能你看到那个相比较之下的海岸线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就用了很多时间去做一些记录 抄一些地图、网上的资料、地图柱 对比一些海岸线 每十年就记录一次 当拿到这些资料的时候 我们怎样去变成一个首饰呢 我们就把它堆叠在一起 就好像一个四维的空间 原来把它变成一个好像3D的形状的时候 就好像拿着一件立体 而这个立体代表了过去200年的一个时空 当我们去做一些首饰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去试试用一些不同的物料 或者一些很特别的形态去做创作 但用一个首饰去讲我们身边的一些时代的转变 一些地方的一些变化 我自己觉得很新鸣 我亦都觉得很能表达自己的一种創作风格 我觉得当我们每次都做完之后 就放在那里做展览 然后有一个描写在旁边 去告诉别人的概念 其实我们为什么不做一件雕塑呢 到底什么是一件可以穿戴的艺术作品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真的要有人去配戴这件事 他配戴的人 这个动作可能要再回应主题 譬如今次我们做一件 好像一个盛在香港200年记忆的一件首饰 然后再由一个会离开香港的人去配戴 这件作品对于我来说 整个故事就会比较完整一些 他亦都开放了工作室 开班授徒 希望令更多人认识如何去做金工 令金工艺术普及化 全英金工对他来说有很特别的意义 应该说如果没有金工的话 我想我自己都会很难受 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喜欢去挑战 喜欢挑战这些东西的人 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些 自己擅长的一些会计或方法 金工是我和这个世界去接触的一些方式 或者一些我表达的方式 我透过金工可以去表达 我自己有一些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我对这些世界一些不认同的东西 或者一些我觉得很美丽的东西 我想透过金工去表达 这些形态神秘的雕塑作品 有着完美工整的线条 下星期我们去看看艺术家劳志荣 以神秘古物名作为灵感创作的作品 想重温今集节目 除了我们的网页之外 还可以用手机 透过我们的有线新闻APP 看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